欢迎收听世界杯足球赛特别报导 我是谢彦荣 我是陈凯大家好 今天到现场陪我们聊天的是 爱尔达的资深球评左杯十明景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我们今天有两位贵客到现场 还有FARS体育台的资深球评 郑仙萌芒果大你好 彦荣好 好多人要问好 不好意思我路过的 我是郑仙萌大家好 很热闹 好世界杯足球赛64场比赛 已经踢完了60场了 剩下最后四场 所以四场名单也已经确定了 法国比利时英格兰克罗埃西亚 这四支欧洲球队 要来抢最后的大力审杯 这四支球队呢 比赛休兵之后将在后天凌晨两点钟 法国对比利时揭开序幕 而英格兰12号要跟克罗埃西亚交手 两支败队14号进行继军战 而赢球的话15号争亡 所以我们来聊一聊 周末这几场比赛 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赛 还有胜负关键 我们要先请教左背好了 左背今天第一次来 比较受到大家瞩目的还是比利时 击败巴西的这场比赛 因为这一次在所有的球队里面 巴西的夺冠赔率 应该最少在世界各国里面都是前三 那可能稍微仅次于法国 甚至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德国的赔率还比他们高一点 因此巴西队是非常受到瞩目的 但是让比利时击败之后 变成四支球队都是来自欧洲 那也有人在问说 是不是南美洲的一个足球 现在已经不行了 已经赶不上欧洲 其实他是有一些因素在里面的 其实我们看南美洲的球员 他们大部分可能90%以上 你只要有点名气 其实都还是在欧洲的比赛来效力 那所以其实现在全世界主流的一些战术 打法 那包括最好的球员 其实都是在欧洲 那所以其实对于南美洲的球队来讲 他们实力跟欧洲还是伯仲之间 他们球员其实现在都已经是在欧洲 现在已经没有分什么 你是南美的球员还是欧洲的球员 现在只有分顶级跟不顶级的球员 那顶级的球员 其实大部分集中在欧洲 所以像我们这次看到 像英格兰法国或者是比利时 这些球队 其实他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 他的球员也都是效力于 在欧洲最顶级的所谓的五大联赛 那包括巴西亚乌拉圭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所以他们实力在伯仲之间 南美洲的参赛队伍比较少 所以这个最后被淘汰掉 那可能在数学上 他是有这个几率 但是并不是说 南美或者是欧洲的足球 他们实力之间产生什么样的落差 其实比二三十年前来讲 更没有落差 因为其实大家都已经基本上 立足在同样的一个战术水平方面 那包括像你说Messie Messie其实基本上 他90%的时间都是待在欧洲 他的踢法 然后他的队友其实也都在欧洲 所以他们都是效力于欧洲的更大好门 其实与其说南美跟欧洲的足球产生的分歧 倒不如说其实南美跟欧洲 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差距 甚至连战术风格都差不多 都非常的接近 那只是南美他毕竟只有五对嘛 那在这种数学的比较之下 他可能被淘汰的几率比较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并不会说 他就是一个非常冷门的情况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 左背大 就是当然比赛是最后是2比1 那很多人提到说 这个当然巴西是输掉了 可是你就比赛的内容来讲 你觉得 这巴西作为南美之后 胜下唯一的代表 那他这场比赛到底 他踢出了他应该有的水准 或是他应该有 这个战术里面有达到吗 我的意思是说 输行一两球 不见得代表11阵阵的差距 可是他们是不是做好 他们该做的事情 我想这场比赛 你如果要严格来讲 从整个内容上来说的话 巴西跟比利时之间 其实巴西的表现甚至还会好一点 但是他非常一个关键 就是他太早 因为一个乌龙球 陷于落后的情况 那这一次的巴西队 其实让大家对他 比较称赞的地方 是他一改过去以往 他的防守实力 比较差的这种状况 那其实这一次的防守 其实在过去来讲 算是非常稳固 那但是在这场比赛里面 因为一个非常早的乌龙球 那你乌龙球之后呢 又因为你必须要 针对这个乌龙球 要做出战术上的改变 你必须要开始 想办法进攻 那所以他在后防线上 又再度出现了一次失误 等于是陷入一个2比0的落后 然后巴西才等于是 从0比2落后的情况 才开始来打 那我们从上半场的 35分钟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巴西 其实是掌握了 整个比赛的一个优势 那他们基本上是能够 压着比利时来进攻 那只可惜是说到最后是 运气也不是很好 另外Kotua的表现 确实非常的出色 那等于说 一支落后的球队 他必须要全力来抢攻 这个时候他就没有办法 完全发挥他自己本身的实力 因为他一定是比较急躁 然后对手是可以 比较安心的稳固来防守 那因此我觉得 那个乌龙球的差别是非常大 但是你如果从过程当中的 场面来看的话 巴西的表现 其实跟比利时来讲 不相上下 而且甚至还会再好一点 那只是说 这足球比赛最后 就是一定要分出胜负 那他一开始 这个乌龙球 让他陷入非常不利的情况 我要请问两位 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看很多巴西球迷很生气说 他们至少有四颗十二码球 是没有被判的 你们觉得是这样 特别是第55分钟 那个VAR 有没有问题呢 我想VAR是这样 很多人会误以为说 VAR他可以让足球比赛 变得完全的公平 或者是说 他可以减少很多的误判 其实不是 VAR最主要的目的 是让裁判看到 他原本看不到的东西 什么叫原本看不到的东西呢 我本来没有看到你推他 但是因为现在有VAR 所以我看得到 可是你推他的这个动作 到底算不算犯规 每个裁判的尺度 跟每个裁判的标准 还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在一场比赛里面 如果裁判 他对于两队的标准是一样 那原则上 这个裁判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只是以往你没有VAR的时候 他会有些角度 那有些位置 他是看不到 那现在至少VAR 可以重复让他去看 但是他如果看了之后 他还是觉得这不是犯规 那这个真的就是 每个裁判尺度的问题 那因为裁判是个人嘛 所以他本身就不会是一个 完全绝对是公平 公正的一个个体 他一定会出现一些 不同的尺度 或者是说 在场面上面 总是会有一些疏漏 所以VAR 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万零单 但是他可以至少 减少一些 你原本看不到地方的争议 但是你让他再看一次之后 裁判还是不觉得这是犯规 那这个还是他自己本身 判罚尺度的问题 那所以说 在这场比赛里面 你说可能错过几个 是12码的罚球 但是从整个比赛过程来讲的话 我觉得其实对双方的尺度 差别并不大 脑果大呢 我还是觉得说 VAR有 还是对他持正面的一个态度 我们左岸学法的 应该要知道什么叫做 无罪推论 我觉得假如 把这几球 你把VAR拿掉 裁判他在没有看清楚的状况下 我告诉你 他更不敢判 对他更不敢判 他会更不敢判 因为这个东西 他判下去以后会直接影响到比赛的胜负 因为裁判一般来讲 裁判也是主观的 他只是用一个 他的角度去做尽量公平的一个认定 那今天假如今天把这个VAR抽掉的话 我相信这几个12码球 我认为他更不敢判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次世界杯的12码罚球的次数 是历史上最多的 那表示因为有VAR 所以很多看不到角落的犯规 其实是被抓到的 因此其实裁判的尺度 在有了VAR之后是更严格的 那我们看到有几个镜头 裁判看完VAR之后 他觉得没有问题 所以他表示 其实那个东西 就算你没有VAR 裁判也是不会判的 所以其实他没有影响到比赛的结果 没错 那VAR是一种真的影响了比赛的节奏吗 也有球员就好像说 看个VAR看三分钟 或有人倒地又倒了三分钟 就是没有剩几分钟可以踢 有人说90分钟足球比赛 就说真的在球在动的时候 只有大概60分钟出头 一点点时间而已 这次比赛你们两位的感觉呢 那其实VAR 你说他要影响比赛节奏倒也不会 因为VAR用的时刻其实很少 他只有四个这个规则嘛 那用的时候其实不多 那其实我觉得对球员的情绪影响是比较大 对于比赛节奏是还好 你比赛当中本来就有受伤啊 然后或者什么喝水啊 或者有谁什么需要 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比赛中都会有 那只是VAR这个时候是 他很关键就是 他会影响两队的情绪 比如说我现在进球了 可是我不能庆祝 我不能庆祝 等了一分钟两分钟 然后或者是说 我明明刚才没有拿牌了 现在忽然又拿牌了 那我想这个对于选手 对于球员 在情绪上的影响 确实是比较大 要稍微荡一下停一下 对因为我们知道 人有所谓的肾上限速嘛 我进球很兴奋 我可能接下来的这个比赛 我会踢得更好 可是我进球了 觉得必须我冷静一分钟 那我的肾上限速又没有了 那可能接下来的十五二十分钟 我就没办法利用肾上限速 来增加我的一些跑动的能力 或体能状态 那这个其实对球员的精神 跟生理来讲 是会影响的 那至于你说 他会让节奏变得很破碎的话 其实大家只要去看 美国式的运动 你就知道 那个什么叫做破碎 每个都要停表啊 对那在足球比赛里面 其实来讲 VAR一场比赛最多用 大概两次很了不起 那你每次大概一分钟 那这一次的世界杯 大概伤挺补水 都是十分钟跟五分钟 大概会多一两分钟出来 对那整场比赛的 整体的结构 其实变化并不是很大 但是我是觉得 对于球员的心理影响 那观众的心理影响 那不重要 但是球员的心理影响 是比较大一点 像每次比赛哦 当然落败都会觉得 裁判对他不公平 今年有很多很多球队在讨论 特别是觉得裁判 好像偏心欧洲球队哦 那在巴西这场比赛呢 有人说是因为 内马尔的关系 他太爱假摔了 所以很多该判都没有判 就是因为内马尔的影响 我觉得假摔这一件事情呢 在所有的足球员身上 他都会发生 那其实对于一些 经常被犯规的球员来讲 他某一些时候 保护自己 他为了保护自己 他会做得比较夸张 比如说有人踢到他 那裁判可能没看见 他内马尔滚太多球 他就叫很大声 但是我们知道 这种东西叫过于不及 你如果每一次都表演得很痛 那可能下次有人踢到你的时候 裁判回头看到你在哀嚎 他可能会觉得说 你到底是有没有被踢到 没错 真痛还假痛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他一个适度的表态 他其实是有用的 但是你过度的表态 可能会是反效果 那我想其实 国际足坛上很多裁判 对于像内马这样的球员的表演 他本身是反感的 因为你如果说 你每一次都表演得这么夸张 那会影响他对判法的判断 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嘛 我看久了我会觉得说 好像刚才你很痛 现在又爬起来 那他可能心理上 就对你有这个质疑 那一次两次三次 有点像放羊的孩子 他对你的每次尺度 其实他是会改变的 那相对而言 如果这个裁判是很宽松的 你装一下 他可能下次会抓严一点 可是如果这个裁判 本来就很严格 你装太多次 他下次就觉得说 没什么 所以其实 次度的掌握这个尺度 其实是每个出学人 他都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要去学习啦 你不能够超过 但是有时候 你适度的表态是重要的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尤其是像现在 转播技术这么发达 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以看到 谁装的比较像 谁装的比较不像 或者谁 谁踢的比较严重 可能谁是真的是受伤 那当然 NEMA也有过程当中 也有真的是被伤害到的 那但是也有些地方 大家就很明显看起来 觉得他有一点过于浮夸 那我想这个尺度之间 他自己是必须要拿捏的 因为你成为一个 所谓的世界级的巨型 你不是只有球技 那你可能还要 经营你的形象品牌 那你还要可能跟队友 跟对手 跟裁判之间的一个 人际关系的互动 那我想 这些情况在足球场上 都会发生 谁领先不拖时间 领先每个人都拖时间嘛 那我被犯规 我装的痛一点 其实每个足球人都会 但是你这个尺度 要拿捏 是因为你要成为一个 世界级的巨型 但是至少在这点方面 他的这个尺度 自己是要去调整 如果他想成为一个 大家都认为说 是历史上的一个 传奇的时候 所以芒果大 你也觉得说 这一次巴西 这场比赛 有一点点在裁判部分吃亏 是因为内妈的关系吗 这是合理的判断吗 其实我要讲的一件事 就是说 这一次是有VAR的 那大家都误以为说 VAR是裁判 去请他出来的 其实这是一个 错误的观念 VAR他虽然说 在一场比赛里面 出现的次数不多 但是他是无时无刻 不在观察厂上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今天如果 内马尔他是真的受到侵犯 而且是很严重的侵犯的时候 其实VAR他是会在 他的VAR里面 那个房间里面 看完以后 他会提醒裁判的 对 因为VAR他另外一个情况 其中四个情况 其中一个就是 该给红牌的时候 那如果是 比如说攻击对手 故意踩踏 那裁判没有看到的时候 那VAR他是其实是会提醒 这个在场上的主审裁判 那事实上 VAR是他有四个裁判 那严格来讲 如果这四个里面 有人有疑虑的话 他其实会用无线电 通知这个主审 那主审会先回答说 我到底有没有看到 第一个情况就是 我看到 我不觉得是犯规 那当然就没有使用 VAR的作用 第二个是 我没看到 好 那我去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看完 还是没有 他还是可以做 自己的判断 那你要让 VAR4里面四个裁判 通通都认为 没有问题 其实基本上 应该这个判法 不会有太大的疑虑 最主要是 经常看到是 他已经决定 要去看VAR 这个争议会比较大 所以说像 内马的那个被踩踏 那可能 连VAR的裁判 都认为说 那个伤害不是很大 或者甚至不是故意的 对 的确 那其实 其实我们知道 在足球场上 如果有球员 故意的假摔 其实裁判是可以给黄牌 甚至是给到 给到红牌 就是如果真的是 他认为说 你的这些动作影响 他故意去影响判决的话 他是会这样做的 对 那红牌的话 第一个 其实他英文 我们一般都叫假摔 可是他英文叫 simulation 就是装 演戏 对演戏 他装有很多种方式 对有时候 装受伤 装犯规 或者其他的装法 只要裁判认为 你是利用你的表演 来影响场上 球员的发挥 或者是影响裁判的判法 都可以 他不见得一定是 被踢到之后的这个假摔的动作 他其实有很多种 各方面的动作 所以他其实英文 他叫simulation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假扮 假装的意思 对对 就是gay sen 我们才会叫gay sen 就是你在里面gay sen 如果被裁判抓到 不管你是影响哪一方面 其实他是有可能 都有可能会被判罚 好 在这一次 当然内马尔无损 他还是一个伟大的球员了 大家对他的讨论这么多 但是讲到球员 我们来看看 没有梅西 没有C罗 然后接下来内马尔也没有了 很多人会在这上面说 其实这是一个世代交替 或者是说 你看这个四强 传统四强 包括德国 阿根廷 巴西 通通都消失 一个新的世代来临了 两位怎么来看 这样一个讨论呢 我也觉得2018年 这一届世界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世代的交替 因为其实C罗跟梅西 已经统治国际主团 刚好十年 过去十年的金球奖 他们一人拿了五座 等于是瓜分世界主团 但是我们要想的就是说 C罗跟梅西 他们怎么样开始走红 怎么样开始掌握 这个世界主团的地位 他们其实还是要 透过一段时间的发挥 他不是说我15岁 然后17岁 一走上职业足球队 我就成为金球奖 不是这样子 他还是要透过一些比赛 然后透过自己队友的一些帮忙 那所以我们反过来看 你说这届好像 怎么巨星都倒台了 可是我们要反过来想 就是在锦纯的这些球队里面 他可能里面出的 就是下一个世代的巨星 未来的五年 未来的八年的巨星 就在这几支球队里面 那其实像Mbappe 对不对 大家就开始讨论 这个19岁的小孩子 那至于他将来 会不会成为金球奖的得主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到说 并不是希罗梅西被淘汰之后 就没有巨星 其实巨星都隐藏在 接下来的这些比赛的球队里面 其实当初的希罗跟梅西 他也是要从某一支球队里面 借由战机借由表现脱颖而出 他也不是因为我一站上球场上 我就成为球王 他还是经过这个程序 那只是今天走这个程序的人 变成其他更年轻的人而已 左边讲完以后 我们来听听先萌的看法 其实刚刚讲的是梅西跟内玛尔 然后希罗这个时代的个人的结束 那我要讲的是这个强国 所谓的一个世代交替 我们要知道说足球 其实它是一个长时间 一直在发展的运动 那其实在近几十年来 包括了德国 法国 西班牙 这些国家 其实他们是在清训方面 还有整个足球 国内足球发展上面 他是一直在努力的 所以说他才会营造出这个盛事 但是这样子的盛事 其实很多国家都是开始在改进 在模仿的 包括我们讲到的比利时 包括我们提到的英格兰 他在近几年 他的一个整个足球的一个体制的改革 都是一直在持续的 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产业 并不是说今天德国他们变弱了 而是说今天德国或者是阿根廷 或者是这个 可能大家提到的西班牙 这些国家他们在达到一个瓶颈的同时 很多的国家其实是在进步的 那当你的进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跟德国或者是跟阿根廷的差距 没有那么大 你就很有可能在球场上是击败对方 因为毕竟只是一场的比赛嘛 所以说我会把它视为 不是说是强国的没落 而是说其实有很多的国家 新兴的国家 他的足球的水平是一直在提升 一直在成长的 尤其是在像提到说青年训练系统 那么这么多国家 等于是他跟强国之间的差距 变得比较缩小了 对变得比较小 让让所谓的我们认为冷门 或者因为足球比赛 常常就是一球零球的差距这样子 而让这种更多的不可能 比赛的不可能慢慢跑出来这样子 对其实我们要提到说 冷门或者说球员阵容这种问题的话 相信左岸也会同意就是说 你真正在这个八强里面 唯一一支 真的是没有很多球星的球队叫做俄罗斯 基本上全部都效率于最顶级的联赛 所以他不能讲说 他不是一个强权 只是说他夺冠的次数 没有像西 像这个德国那么多 没错 对但是他本身其实 在历史上来讲 比历史的足球实力 其实一向来都是非常坚强的 对那你简单举个例子 科罗埃西好了 对你觉得好像 他不是一个很强的国家 他什么大黑马 但是事实上你看他中场 他有莫德里奇跟洛克提奇 分别是皇家马德里 跟巴塞隆纳的中场核心 这样子的明星棋球员放在那边 你觉得这支球队弱吗 对啊世界上最好的五个中场 他可以占两个位置 对啊没错 另外一个就是克罗埃西啊 他也曾经在98年打进四强 那另外就是以前我们都知道 前南斯拉夫的足球实力 其实非常坚强 被称为东欧的巴西队嘛 嗯那他的各个加盟共和国 解体之后 其实实力都非常坚强 尤其是克罗埃西啊 他已经扛起整个 前南斯拉夫巴尔干半岛的 一个足球的旗帜 以前是塞尔维亚 但是塞尔维亚最近这几年 确实是比较没落 现在是克罗埃西啊 等于是整个巴尔干半岛 最强的一支球队 那巴尔干半岛刚才我们就提到 他以前叫做东欧的巴西 大家一听就知道 这个实力其实是非常坚强的 嗯哼好 原本很好听 听两位球评在现场 我觉得我该住嘴 哈哈哈 那讲不完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休息一下 要进一下广告啊 广告之后 回来再继续聊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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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来送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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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